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老外不用上班 天天去河里挖黄金就能养家 但是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说过 河岸上全是黄金吧 这是一条国外的河 如果是国内的 天天应该自己也去逃了 这条能够逃进的河称之为克朗代克河 是加拿大玉空地区中部 阿拉斯加中部的玉空河的一条分支 河长约30千米 据说这片区域 还是加拿大印第安人的一个发源地 这里常年气候温和植物也很旺盛 19世纪末的时候 这里被当地人挖出一条小溪用作灌柜 当河流水便小溪水分流 水位就浅了许多 人们在河床上发现了金矿石和金沙 在阳光下显得金灿灿的 而位于河流附近的柏南渣小镇的人们 也沿进水楼台仙得月 他们最初在这片河流淘金 据说当时镇上每天都能出几个百万富翁 这个消息在附近的镇子传开 吸引了一大批淘金者前往克朗代克河淘金 但经过人类不分白天黑夜的淘金几乎孤解 而这条河床在人类休养生息后 最后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金沙 看到这也反映了一个情况 人的贪婪真的是无止境的 就像一个黑洞一样 田都田都满 阿卜德正在